大家好我是奈以 奈以今天要來示範整趟背心 我這件背心就是 它是棉紙材質 所以喜歡就是會像這樣做做的 然後它上面又有這個很大的印刷的圖案 那我今天來講解 如果你的衣服上面有 這個很大圖案的印刷時 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整趟 首先 我們先把衣服抓好 這個縫份的地方兩片都 兩片要對齊 不要沒有對齊這樣不要像這樣子 不要像這樣子整趟 因為這樣不好看 我現在要先 燙下擺的地方所以先把我的布 用好 然後你會看到我的這個下擺這樣子 這代表那個線調 因為他們那個 成衣加工廠的那個 車縫下擺這種這種線啊 他沒有他不具備那個 倒是很空的 所以他有時候很容易 線就會掉 好 這線調沒關係我等一下再補就好 先把他暫時整趟 先把他 燙一下 等一下我再去補他 好 下擺的話你就是把你的布 抓好 一樣然後這邊的 現在縫份要讓他對齊 如果說他本身縫份 沒有對齊那你要把他抓好 有時候 那個 衣服就是 就是他的前 前片跟後片他 不是一樣寬的這個 在棉子 衣服上面 還蠻容易看到的 因為 免子衣服他本身在車縫 車縫的時候 就 比較不好車 比排行部還不好車 好 看一下 好 那我現在從下擺開始整趟 下擺一樣把他壓 下擺很重要要讓他壓的平整 下擺好之後 再來換 換 整趟兩側 兩側你就是這樣子 他的側邊 弧度是怎樣 就跟著他的直度走 像我這件衣服他是中間這裡有有做逍遙的地方 就跟著他走 但是這裡 這裡 應該是要稍微直直一下 不要 不要這麼 不要這麼凸凸這樣 這樣其實有穿起來 比較 不好看 這邊我要繞燙好 好 那你會發現 我這一 這件衣服就是很標準的 前片跟後片是不一樣寬的 不一樣寬的情形怎麼辦 一樣這樣 一樣這樣整趟 讓他那個 讓他那個不平整就好 所以 如果說 你會修改的話 這多餘的地方你可以把他 把他那個 用烤克機把他削掉 好 再來 我前面正面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印刷的圖案 如果說你這邊的布像這樣子是沒有皺皺的話那 那你不用去燙沒有關係可是萬一他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你就 運斗拿起來 然後離 離布大概一點點的距離這樣子 呃 大概這樣的距離整趟 利用蒸氣然後讓那個 皺皺的地方讓他平整就好 你不用 不要這樣子運斗然後壓壓著你的那個圖 因為他的這個印刷他本身是一種那個 呃 好像是說是一種漆然後一下 下去調製然後去印的 對然後那種漆他其實碰到熱 就是像我們運斗這種熱度的話會很容易會溶掉 然後溶掉就是 溶掉的話他的圖案就是會看起來糊掉這樣子 所以你在印刷那個有 呃不是我在說什麼 你在整他有印刷圖案的時候其實運斗是要離著 你的圖案稍微一段距離這樣整他 利用你的正氣讓你的布平整 好了之後呢 好再來我要整趟上面的地方 上面的地方你就把它抓好 他的弧度是怎樣你就跟著他的弧度走 我來看看 你是否在那裡 好嗎 我來看看 你會不會再給他 那一段時間 他會不會再給他 治療 你會不會再給他 那一段時間 你會不會再給他 我要在那一段時間 然後自然 你會不會再給他 然後把砂路 你會不會再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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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再給他 他 一邊好的時候換另外一邊 好 通常這種 這種地方大概是這個地方 它會形成這樣波浪的形狀 那你就是運斗拿起來 照著弧度走 稍微壓一下它 稍微往下壓一點 往下壓然後你穿的時候它就會服貼在你的那個 身體上這樣子 好 那背心的整趟 隨便背心還好 這件背心還好 這樣整趟就到這裡結束 其實這件背心 擦得不是很好 我有時候都會故意買那種超便宜的衣服回來 練舞修改 這些背心可能要修改很多地方 好 那背心整趟就到這裡結束 OK 我們下次再次回應 我們下次再次回應 看